有请天赐的声音音乐合伙人 召集人李健为我们带来 天赐加油舞台 他的心千丝万缕 像那没完没了的美与 和对岸清秀男子 和事与他相遇 他如今长成美女 说着动听的乌农软语 和两岸还有邻居 向他表露心趣 他的烦恼不必热烧 书中的情节总难找 他卖不起心爱的意料 想喝着苦涩的药 走不出绵绵细雨 是桥上满是他的步履 雨伞挡住彼此的脸 又错过了相遇 Zither Harp 他不知到青春年少 许多事总会忘掉 他的未来无需预料 别冰荒马乱就好 他不知到青春年少 许多事总会忘掉 他的未来无需预料 别冰荒马乱就好 言语里青丝万缕 无碰穿摇晃谁家女 和对岸情绣男子 为他写了诗句 和两岸寻常人家 流水弯弯曲曲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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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 用尽一生的时间 尽是不会遗忘 如今我们一天各一方 生活的像终为人一样 年轻人给我最信任的依赖 但愿你被温柔对待 多少恍惚的时候 仿佛感情你在人海川流 一日中你已浮现 一转眼又不见 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 多少恍惚的时候 仿佛看见你在人海川流 一日中你已浮现 一转眼又不见 一转眼又不见 有多少爱念今生无处安放 冥冥中什么被改变 月光如春风浮灭 人 WILL 相遇 来 万一 优雅 associ isto 李健老师 欢迎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第五季 天赐的朋友你们好 还有舞台上我的这些同行们 兄弟姐妹们 坤哥 杨坤老师 还有评冠老师 我的后辈小龙 原来我们还在一个公司过 眼看他长大 长得已经八了吧 现在差不多 楚生就别说了 楚生我们一直是心心相惜 基本上越多人喜欢他越好 他也应该被埋藏着保障很久的人 谢谢健哥 第一次来我们天赐的声音 对 在你印象中天赐是怎样一个舞台 天赐好像既激烈又很融洽 然后歌手们都很用尽全力 你觉得健英团的存在 包括我们在于音乐 专业上的一些讨论 你是有助于音乐往前的吗 那肯定是往前的 就跟我看电影一样 我也看看那些影评们 他们这个电影的评价怎么样 是不是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或者是有没有我是有什么疏漏的 经过他们的提醒 然后我能够感受到 谢谢 谢谢您的光临 有请落座 准备这个是干什么的陈队 你还有做分析 对 你看 那楚生哥最想选谁 我不能告诉你 我告诉你了 你要先选了怎么办 我不会 真的吗 嗯 梅里亚 好 那我第一个就选梅伊里亚 你看 梅里亚 有她在队 这个队就很国际化 该你选了 那我就选于文文 对不对 吉他弹得好 又会创作 对 那么我也得来一个才女了 有一个人 自己写的歌 西里那一高 五 五 那我就选冠歌 岁月沉淀的声音 适合天赐这个舞台 陈丽弄 打造的就是一个年轻态的品牌 你说谁老吗 哈哈 冠歌跟贺野有可能 哦 他们王冠组合 王冠 王冠 那必须要 极客 坤哥 那我就来个小唐 那我就肯定必成 必成像跟坤哥两个嗓子 我觉得他们两 应该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滑雪反应 但是我觉得 我很想要余文文 余文文 对 我愿意跟你换 谁 你跳一个 我跳一个 对 真的吗 嗯 那我就挑高手 来吧 我还是第一 第一直觉了 好不好 第一直觉 那我把余文文也换回来 好好好 我跟余文文是多年的好友了 上一季其实就一直相约来着 约着约着就是 约没了 这一季都要弥补一下上一季的遗憾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非常重要的抽签环节 嗯 那行那就还是这样呗 还是这个是吗 对啊 好嘞 好的 那我们小队终于凑极了 欢迎大家 帅哥美女队 帅哥美女队 帅哥美女队可以 上一轮已经证明了汪苏龙队的实力了 这次我们全新重组 那么在第一次已经赢了一轮了基础上再接再厉 拿出我们最好的实力来迎战陈主生队 我们要靠这首歌拿金曲 陈主生你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一组就是有一些差异化我觉得是好的 嗯 对就看哪一个先出现 哪一个 放到第二第三这样子 那很煎熬啊 在后面 总有一队要煎熬 对 我觉得你们要是第一个出场 你们可能就把他们全打 嗯 不不不不 其实你看建英团的年 年纪 他们对这首歌可能第一次 还有就是他们有时候可能会从歌词方面去 去感受 我觉得再来一次吧 再顺一下吧 就是有两次 贺爷对对你以为是他唱的 对对对 我在想到婚哥唱的时候才升起来 你们两个人才在一个平行线上面的 上一次被哲哥给劈下来吗 我做队长想做一些事情 让我们队有好的成绩 《腌制相当归宝》 滋养音乐先生 欢迎收看车交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 《腌制的声音》第五季 本期我们有好虫草现在吃的东阳光仙虫草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陈欢 向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 大家晚上好 本期呢我们天赐的声音 联合我们的东阳光仙虫草 共同发起了泰度先生的主题营销活动 大家关注我们天赐的声音和 《东阳光仙虫草》的官方抖音号 积极的评论互动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的惊喜好礼 此刻我们邀请所有的音乐合伙人 拿起你身边我们的东阳光仙虫草 为自己加油 助力虫草吃起来 汪苏龙 陈楚生 两队旗鼓相当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 这一期只会有一首推荐金曲 到底花落谁家呢 我们这一队由四位美女 跟两位帅哥组成队伍 我们叫做俊男靓女队 俊男 俊男 靓女 靓女 一个队的队名换来换去 有点不太靠谱 所以我们的队名 还是延续之前的队名 还是叫东阳光 东阳光 东阳光 听了让你心惶惶 接下来就想问一下队长 汪苏龙了 你们即将派出的第一支 音乐合伙人搭档是 我们要派出的第一组合伙人搭档 极客俊逸以及陈立农 为大家带来爱要怎么说出口 掌声有请极客俊逸陈立农 然后就是那个编曲的部分我们也达成公司了 好 那个时候刚好大家在开玩笑讲讲讲 就讲到经典两个字 我想说那经典不如我们就来唱个经典的歌曲 要怎么说出口 对 就有什么样的难度呢 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讲的难度是如何诠释 以前的那种经典老歌他们内心的世界 他们的故事 第二个难度就是男女合唱嘛 然后这首歌本来比较高 对你来说稍微低了一点 对不对 低完之后我还是觉得挺高的 首先要怎么说出口 赵传老师那个版本已经非常深入了 新一代的歌手站在这个舞台上 要再次演绎这首歌很难超越 因为你俩之前越来没啥交流 对 一走近就特别好了 走近的时候也要看着对方 我给你俩安排一个巨型 好巨型 来 你爱而不得的大姐 OK 什么什么大姐 爱而不得的大姐 小姐姐小姐姐 小姐姐小姐姐 小姐爱而不得的小姐姐 来三二一对视十秒 你看 怎么姐姐还能怕呢 好烂这个 感觉爱而不得的小弟弟 爱而不得小弟 改剧情了 你爱而不得的小弟弟 因为我们彩排了两次前一次的时候 整个人就状态各个方面 我觉得都没有太抓到 所以焦虑了一晚上 我觉得这首歌最难的可能不是在改编 而是在歌手的演绎 等完想最后来一次可以吗 怎么说都是错 走位咱得调调 你看我了吗 我看到 我看到 这首歌可能是我在天赐以来 我觉得情感最浓烈的一次 我上台那一刻 我必须得非常沉淀 非常集中 我们俩必须得真的是 就是那一刻 揉到一起 一点都不能分心我发现 一分心就不行 这还用吗 死脑细胞这个 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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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说 离开就会解脱 离开就会解脱 试着自己去生活 试着找寻自我 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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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拚起眼光的背后 谁知道会有多少丑 多少丑 你叫我怎么能不难过 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祸 我还能够怎么做 怎么做 都是错 如果有我 把心给你解脱 是让改变这结果 我会说我愿意做 我受够了寂寞 只是 爱要怎么说出口 我的心里好难受 如果能将你拥有 我会忍住 不让眼泪流 一次挖你的手 之间存在你的温柔 每一次深情阳光的背后 谁知道会有多少重 多少重 只是 爱要怎么说出口 我的心里好难受 如果能将你拥有 我会忍住 不让眼泪流 第一次握你的手 之间传来你的温柔 每一次深情阳光的背后 谁知道会有多少重 多少重 叫我怎么能不难过 你却抹灭了心中的火 我还能够怎么说 怎么说都是错 你对我说 离开就会解脱 试着自己去生活 试着着醒自我 别再为爱做多 好听啊 那莫莫可是第一次跟隆诺合作吗 对 第一次 他很有趣 好看的男生有趣了这么不多 对 你知道 隆诺你知道吗 对 这种男的全都在我们队里头 一旦帅附加别的 欧佑王炸 欧爱佑 能有压力吗 还是蛮有压力的 合唱的部分确实是挺大的一个挑战 赵传老师也是属于高音的男歌手 我算是中音 所以唱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挑战也是挺大的 就是当时选完这歌就说拍大腿后悔好难 真是一点都不敢跑神 因为赵传老师这个版本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演绎出自己的故事 因为歌手跟演员不一样 演员可能是演别人的角色 别人的人生 我们都是在唱自己的故事 所以就是得全情投入 我相信隆诺刚才也是全情投入了 这首歌应该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曲 很多年没有听过了 陈里农唱得特别内响一直不敢看《极客军艺》 是不敢看吗 演绎得很好 所以一直没有不敢说出口 唱这样的一个气氛 也确实不需要爱再说出口 其实他们两个在彩排的时候是调过来的 就你别看《极客军艺》平时大大咧咧的 其实怂得很 彩排的时候其实是《极客军艺》不敢看农农 是哥哥跟妹妹 然后但是现在这个感觉是对了 感觉是姐姐跟弟弟 然后弟弟那种爱不敢说出口的感觉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把这首歌演绎得非常的完美 解读 你们就是解读 另外我也给他们组取了一个名字 因为他们是我们队的第一组 所以他们组合名字叫做大吉大力 大吉大力 这个歌已经二十几年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个男女的对唱 一般我们如果要做转调的话 可能都会有多一个两拍 两拍 或者一个小节的一个转调的准备 但是他们几乎都是无缝接轨的 直接转的 非常的完美的一个表演 谢谢 我第一次听到陈琳龙的声音 你声音比我想象中的 和你的俊俏的外表有一点点不一样 原以为你非常稚嫩 但我今天感觉到 其实你的中音区一直很好听 而且是你的兔子发音 比现在很多的就小偶像类 嘴要长得大 搭配和声的时候也非常的准确 没有任何的丝毫的犹豫 这说明之前功课做得非常充分 还好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 今天的确我觉得对于吉克师来讲 是有一点委屈的 因为这个音区对他来说 简直是自费武功 基本上是不在他一个最有效的音区 再提升一个两个拳音左右 我觉得可能才是你最舒服的一个调 但是今天我的确看到了 我们为这个舞台上做的牺牲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 我们要好好地鼓励一下吉克 做得特别好 谢谢 谢谢 再次把热情掌声送给吉克军毅 送给陈立农 请落座 接下来 主持人 你们即将派出的这一组音乐合伙人士 美里亚和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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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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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小美就是很动漫人物 人物里面的就是很可爱 然后又很软 然后唱歌又很有爆发力 我想说我们能不能有一首 软一点的歌 这样子 在中国 有名的 动漫歌 有名的漫歌 有名的漫歌 你知道 奇迹在线 好喝 其实在我的人生的经历当中 就出现过很多次 这种奇迹 比如说我能成为一个歌手 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讲 我觉得是 可能我想都没想过的 而且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农场里面 也没有学过音乐 然后 但是今天在做音乐 包括自己能够开演唱会 对我来讲它也是一个奇迹 我觉得相信这两个字很重要 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你相信 它才会有可能 这个曲 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热 所以 一定会很合适 好吧 那我们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好 一起继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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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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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追逐线 后面的挺高的 他没有问题 主要是我的问题 我也 我也写问题 像这种比较动漫热血的 我其实唱得不多 那个音域 一直是在我的一个 最高音的边界 其实我那个音 如果你要顶到一下 没有问题 可是他是一直要撑住 在那个位置 对于我来讲挺费劲的 可能现场就是正式的时候 可能会想要再演唱一场舞台 好 没问题 我们可以后面的地方 不一定说是舞台 就是 2 1 3 3 4 go 我看他 我跟着他 这个舞台太猛热了 太猛热了 陈先生と一緒に なので 結構心強いなと思います すごく 领导して 歌ってくれるので 重なると すごく歌ってて 気持ちよかったので 本番も楽しみです 好的 欢迎极客和立农 来到我们的 金乐堡奶粉品牌的 专属空间 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小游戏 我们都知道 金乐堡奶粉呢 是千万爸妈放心选择的 好奶粉 两位觉得哪些 会是他被选择的原因呢 我觉得是奶源好 奶粉的品质呢 关键之一 要看奶源 摸摸口的话 会选择工艺优 奶粉会更好冲泡 宝宝呢 更容易吸收 还有这个质量安全 层层把关 爸妈当然更放心了 配方自然是不用说了 科学营养 让宝宝更好地成长 还有合作伙伴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这六大坚守和优势 所以他们才能通过 欧洲双认证 并且全国销量领先 再一次感谢两位 参与我们的小游戏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tube 就像阳光创破黑夜 黎明悄悄划划过天边 谁的身影穿梭轮回界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怎么能够停止不前 穿越时空 竭尽全力 我会来到你身边 微笑面对危险 梦想真真不归遥远 鼓起勇气坚定向前 奇迹一定会出现 就像阳光窜破黑夜 黎明悄悄 划过天边 谁的声音 穿梭轮回街 未来的路 就得悄悄 不要悲响 不要害怕 筹满心情 急发着明天 天都破暴已经出现 怎么能够停止不前 穿越系统 接近全力 我会来到你身边 微笑面对危险 微笑面对危险 默想真真不会遥远 鼓起勇气坚定向前 积极一定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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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成真不会遥远 鼓起勇气坚定向前 积极一定会出现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怎么能够停止不前 穿越时空 接近全力 我会来到你身边 微笑面对危险 默想真真不幻遥远 鼓起勇气坚定向前 积极一定会出现 好棒 再次把掌声送给陈出生 送给美里亚 谢谢 除生你背后的这个衣服 你这个设计也太特别了吧 我感觉在看哥斯拉 哇哇哇哇哇 我第一次来到电子的声音 嗯 我很真的 但是 但是 特别开心 真的真的开心 真的看得出来 哇 好可爱 这个哥哥 谢谢 这个哥哥是 特别的 特别的声音 特别的棒的声音 特别的棒的声音 特别帅 谢谢 我喜欢 谢谢 你喜欢 一起合作 合作 一起合作 一起唱 特别高兴 很高兴 谢谢 谢谢 有点为难小美 很开心跟小美合作 就是她很活泼 跟她合作就很轻松 然后呢 这首歌挺燃的 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俩 因为我之前有听过 小美的歌声演唱的音乐风格 然后呢 我就觉得说这首歌 因为平时我是不可能会唱这首歌的 我认识这首歌是因为我的两个孩子 他们看那个奥特曼 天天唱这首歌 所以我学这首歌很快 我说这首歌好 其实内心里面也希望说孩子能够听到我唱这首歌 《楚生》今天很酷 因为以前《楚生》给我们带来的歌都是比较忧伤的 有故事感的 但今天你看一上台一亮相的那个切分 哗哗一下就特帅 表演这个秀的感觉 我觉得是区别于以前的 这是我没有看过的 谢谢 小美今天也让我很吃惊 她的声音很结实 一出来非常稳 就是她一上台一唱歌的话给我感觉她很职业 就是无论是动作 无论是就是各个方面做的都很好 滴水不漏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对 我说心里话我没有看过 她说这个什么奥特曼是吧 迪迦奥特曼 因为我已经过时了 我看到最后一个动画片应该是在 一修一Q上 唱一修的时候是我看到最后一个动画片 然后我就进入成人世界了 我觉得这个女生她的中文唱得太准了 很少有人就是外国人唱中文歌曲 能够唱得那么准 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而楚生她是一个特别定的人 她刚出道的时候年龄很小的时候 特别稳定 就像坤哥讲的 她其实是一个能文能舞的 因为她是能够做很多的伸展延展的动作 我觉得她们合作得特别好 谢谢 我之前听过梅里亚的现场 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撼 那么小小一支 但是她一开口就是那个能量 就是爆炸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她唱这个歌特别特别合适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 大家看奥特曼是什么回忆 对我来说 奥特曼在我的小时候是个恐怖片 但是还是很爱看 除了奇迹在线 她还有一首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叫做《信念之光》 跟大家浅浅的分享一下 新年之星月跳越强 放肆地成长 为正义冲破一切简单阻挡 变更强 新年之星继承的 并不是力量 是骄傲梦想 即便希望渺茫 也依然奋不顾身闯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建议团》各位老师的建议有请 我觉得我可能对《处生》 有一个刻板偏见 我觉得就是 《处生》平常相处下来 就像个0.75倍速的人 就感觉她所有的一切都特别的稳 但是这次来到天赐这个舞台 她并不保守 从上一集的《升旗白马》到今天 整个这个编曲风格和演唱风格 她都做到了突破 这点我觉得特别好 谢谢 然后《美娅》也是确实给到我 非常多的惊喜 我觉得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可以把这首歌唱成这个程度 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首先我敬佩你的敬业的这种精神 另外我想听听她的声音 我听见不见 全面虚空 真心穿梨 我会来到你身边 微笑面对危险 默契战场不会遥远 鼓起勇气 真地向前 奇迹一定会出现 嘿嘿 听了这个无伴奏原声 让我更加的直观地了解到了 小美老师的演唱实力 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 他可能需要音响的低频 去掩盖他声音当中的一些瑕疵 但是对于真正唱的好的歌词来说 这些低频其实也是会 一定程度地掩盖他声音当中的细节 所以当这么清晰的声音出来的话 其实我反而听到的是 小美老师声音中的那些线 那些光泽 包括他共鸣的一些曼妙之感 尤其是头腔共鸣这一块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把第一组出场的 齐克 俊逸和陈立农有请 此刻我们邀请我们的建议团 各位老师 现场合议 评出本轮的待定金曲 本轮待定金曲 陈楚生 美丽尼亚 谢谢 谢谢 恭喜二位 成为我们本轮的待定金曲 要不想送给我们的极客 和我们的诺诺 谢谢 好了 作为队长的诺诺 接下来 你要派出的下一组音乐合伙人士 好的 那么我们队伍下来要派出的 就是余文文和我自己 掌声有请 王思龙 余文文 马斯文文文和我我们 hall ング中 但是这个表情流 没留下来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欧洲双刃阵 全国家团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 天刺 十丽时刻 云文文其实是我们天刺的老朋友了 那这一季来 在你心中有没有特别想要合作的 音乐合伙人呢 我觉得龙龙肯定是第一首选 一直要约但是没约上 因为要跟她排队的人太多了 那我们也期待游文文这一季精彩的表现 谢谢 谢谢 你还记得去年天赐的时候 虽然我们在一起录节目 但为什么你的金曲就是比别人的多呢 那可不敢这么说 那还是有很多的 那你替我说吧 比如说《Letting Go》 然后还有你自己写的《大雨落下》 所以你一直在夸别人都是才子才女的 你自己不就是一个最大的才子吗 只好这么说了 也可以这么说 既然气氛都铺垫到这儿了 我可能挺唱一段 好期待 一段吧 你妈能够只写在我手机 生的还需要你忘记 都快走吧 我晚点就回家 哇 很不错 所以这里我觉得我要用一首歌表达对于老师的喜欢 分手应该体面 谁都不要说抱歉 何来亏欠 我敢给就敢心碎 镜头见面 是从前的我们流着泪 流着泪生死礼节 太多累了 然后我们俩也会聊嘛 就是好像我们俩都是emote的时候写歌 写歌壁的时候可能就是我意谋的时候写的 感觉写它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 所以那个情绪上来了 就是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 我觉得我一定要在我有感觉的时候才会写歌 音乐太神奇了 真的是人类的福星 对我来讲是一种药物 就是我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它让我着迷 它让我活下去 我也是在意谋的时候比较多 而且emote的时候很多 写歌人通常都会比较敏感吧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动力想去写歌 想说一些平时不敢说的 是这样的 因为你不是开始选了一对周星哲吗 周星哲很多歌都很红 然后被很多人翻唱过 但是这个怎么了 好像是比较被少翻唱的 怎么了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作品 所以这首歌它原本也比较清淡一点 所以我们两个在处理上其实也是比较清淡点水的 然后当然还是为了现场做的一些 专属于我们天赐的声音的改变 好的 我们最后一遍 然后我们这一次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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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nce 这可能是我在这个天赐舞台上做过 就是祈福最平的一首歌 这首歌可能跟前几节的歌不太一样 这首歌会比较轻松一点 比较考验两个歌手的诠释能力吧 我现在的生活态度也好 或者感情观 其实已经不是五六年前写体面的时候的那个我了 今天这首歌我们的处理方式也是比较平淡的 没有那么痛的 而且也非常符合我们现在两个人的心境 龙龙因为她很会唱 然后她的高音部分也更加突出 然后余文文又是一个中频也很好听 中低频很完美 这个组合搞不好会出现一个很神奇的效应 中低频的舞台 稍微的粉丝 开始掌握 Zither Harp uten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 你说我们没有爱那又如何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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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 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 怎么了 没消失了 是不是我错了 搞错了 听回了 雨下着 眺望着 你走了 都回不去了 想从前快乐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 再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 怎么看你笑着 我却心如刀割 原来我们都一样稳固 怎么会 谁都却哭不停要幸福 再也不能牵着你走 未来没影哭 我们怀念什么 我们怀念什么 失去爱那一刻 太小的 你说你说 说 你说 两色是你最爱的颜色 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 怎么了 怎么啦 怎么了 怎么了 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 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 怎么啦 怎么了 你消失了 是不是我错了 搞错了 越爱着 越痛着 快笑着 你走了 我们越好了 要逼我快乐 要逼我快乐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 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 祝福我最爱的 遇见更爱你的 我不想说你不会动 请别可怜我 受伤的我究竟需要一个人 多想念去度我 我不想说你不会动 请别可怜我 谁说我一定要永远笑着 我不想 我不想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 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 祝福我最爱的 祝福我最爱的 能永远飞翔着 原来我们都一样 原来我们都一样乱顾 怎么会谁都绝靠不停要幸福 但也不能牵着你走 未来每一步 我们怀念什么 失去爱那一刻 不甜不潜入 还不能 evc 太小疼 太小疼 这首歌是一首情歌 但是有了这个男女对唱的 这个合唱的版本 从此江湖上有了一首 怎么了的经典合唱版 其实我在这个舞台上 唱过三期情歌了 但我觉得这首歌 跟前两首的区别是 这首好像没有那么的痛 因为前两首是很大开大合的 然后这首是一个比较R&B 比较小品的 来之前跟龙楼约好唱一首歌 但其实我们不想唱情歌的 想做一些改变 因为这首歌原来的编曲 那个感觉大概是 两个人在一起过 有那么多美好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不爱了 怎么办 你怎么了 但我们现在给他改变完 应该是不爱了 那怎么了 所以这两个人可能说 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遗憾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背对背 在这首歌里面那个时刻 是非常唯美的一个画面 龙龙我想问一下 这首歌的演绎当中 你想传递怎样的情绪和表达 我想表达的其实是爱无处不在 提醒大家注意身体 然后每天都记得吃一点我们的 东阳光仙虫草 用心感受就能发现很多爱 可以和爱的人分享东阳光仙虫草 是的 像我们平时买东西的时候 总是挑好品质的东阳光仙虫草 就是在采挖后的12个小时内 完成了极速所鲜 冷链之达 减少营养的流失 为你的生活注入满满的新鲜活力 很少有一首纯男生唱或者是纯女生的歌 改编成一个男女对唱的歌 能够用一个key唱完 其实很少 苏龙的偏高的range 稳稳就是可能有些中低 刚好搭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共振啊 那个频率是非常非常的好 谢谢 谢谢 如果你们再演一个 即将要分手的情侣的话 我会舍不得你们分手 它是一个都市感很强的一首歌曲 二位也有很强的都市感 所以唱这样一首歌就是对的 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的男女 来唱这样的一首歌曲 小龙我很久没有听过他现场 真是进步很大 人的状态也都变得很成熟 于文文我第一次听他唱现场 他现场比我在电视里要好 这话意味着你是一个现场的歌手 你现场的声压 你的中低频都很有感染力 是能够震撼住观众的 所以你应该唱更多的现场 谢谢 我觉得龙龙 我一直在仔细地听她的声音 如果形容的话 我觉得她像个弹弓一样 她就是在撑你撑你撑你那一刻 然后就 就击中目标的那种感觉 突出了一个很强烈的特殊的一种咬字的感觉 而且她很细节的 每一个字与字之间的那个连接 很有她自己的味道 这首歌搞不好后面又是一个会下载量很高 然后很多人会去不停地去循环的歌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上一组 待定金曲的二位来到舞台 有请梅伊里亚 陈楚生 此刻我们邀请我们的剑影团 各位老师 现场合议 评选出本轮的待定金曲 好 有请代表给我们来宣布本轮结果 金 声音 鉴赏团一致合一 本轮的带定金曲为 陈楚生 梅伊里亚 奇迹再现 谢谢 接下来就要请上 巨男靓女队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了 我们队的杀手锏一般都是放在最后一首的 下面要有请的就是西林奈高与杨小棠 为大家带来的一首精彩歌曲 所以你有喜欢的女歌手什么的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蔡建雅老师 那个达尔文有一首歌 我也喜欢那首 那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女歌手是 阿琳老师 对 说到阿琳 我觉得我突然想到 去年来这儿的时候 其实我轻唱过一段她的歌 《天若有情》 我当时就一直有刷到这个 大家很喜欢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首歌 可以 我很喜欢那首 然后我这次立了一个招牌 我希望可以哪一次金曲 阿琳的原唱的版本 它就是一个人在表达自己 对于这份感情的很浓厚的那种思念 和离别的悲伤 但是可能我们两个人的版本 就会有一些对话感 这首歌在编曲上 添加了更多古风的一些元素 让这首歌更加的有唯美的那种氛围感 我们要靠这首歌拿金曲 小唐你就是说这首歌就拿进去了 牛在第三个今天金曲 谢霖你在烤牛肉串吗 看不出你还有这个技能 我当然不行了 但是我有帮手 就是这个 大厨法郎蒸烤炸一体机 我们把准备好的烤串放进去 然后我们打开 选择这个烤烧模式 然后200度20分钟 点击开始就好了 它还可以旋转着烤 对 这样子旋转烤烤出来的烤串 四则均匀焦香鲜嫩 你们在干嘛呀 看来 这烤串呢 看着就很香啊 西林在用大厨的旋转烤 还原地道的摇炉风味烤串 现在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说实话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已经要流口水了 好嘞 这看上去也太香了吧 美好即将开启 看上去之外 则均匀 sauc 此时多少情与众 只愿与你长相守 无边似于西路中 朝来寒雨几回落 你在哪一方停留 若有情义无情 爱到最后要分离 你轮回的印记 落在我眉雨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月下独云泪是轻易 流水不负一世深情 只剩回望太匆匆 此生多少情与众 我只愿与你长相守 无边似于西路中 朝来寒雨几回眸 你在哪一方停留 若有情义无情 爱到最后要分离 你轮回的印记 你轮回的印记 落在我眉雨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天若有情义无情 万丈红尘我等你 我等你 有你的牵挂 燃尽我百分 咫尺天眼里 终未远离 天若有情义无情 天若有情义无情 爱到最后要分离 你轮回的印记 落在我眉宇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天若有情亦不禁 万丈红尘我等你 有你的牵挂 放弃我百分 迟迟天涯一种未远离 再次要欢迎一下西林回到我们天赐的声音 回来了 天若有情是阿琳老师的对吧 翻唱她的歌其实有压力 有压力而且是在西林去年真的是把这首歌轻唱唱得特别火的情况下 所以我跟西林老师搭档也会有一些压力 对但是她带给我很多的力量 这次能跟小唐一起唱 我觉得非常有幸吧 因为我觉得她声音非常的有质感 她那个颤音 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非常的有层次感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起唱这首歌 虽然压力很大 但是因为我们是两个女生唱 所以其实讲述的东西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她们两个不光能听还是也很好看 但是我有种恍惚的感觉 好像她俩在假唱一样我觉得 唱得太好了 而且感觉到她俩的能力都特别强 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的水平如果差得很远的话 另一个人一定会很明显 恰恰是因为她俩的声音都有相同质量的相意性 恰恰因为这样才能够感染人 让我有觉得那种像听录好的一个感觉 中间有一段希琳娜一高的 有一个低点声音的时候 当时真是有一种起鸡皮疙的感觉 我觉得已经很久没有这种美妙的感受了 谢谢 谢谢 其实她们两个人穿这个衣服让我想起了 看了一个电影 因为她们穿这个衣服这个颜色特别 我一下就跳到那个青蛇跟白蛇 你知道吗 那个姚小棠是那白蛇 声音特别稳定 完了以后几乎没有任何瑕疵 希丽娜一高是那个青蛇 因为白蛇是非常冷静的 青蛇是很感性的 所以她们两个音色也是这样 穿的衣服是这样 我一下跳到那个里面了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搭配的感觉 我认为啊 是我听到现在 我觉得最好的 谢谢 谢谢 是的 这一组的对唱 让我想到了一个词 叫做宿命感 我觉得两个人在声线上非常的互补 然后为什么会把她们放到最后一组呢 我觉得这一组歌曲也是我们 三首歌曲中情感最浓烈的歌曲 而且我觉得两位美女的搭配 非常的让人家舒服 就好像我给她们起了这个名字 一见你就笑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是我弃用的名字 叫做二败高堂 这名字不打地 所以我没有用 希丽娜一高 姚小堂 二败高堂 二败高堂 启明小能手 厉害了 谢谢 接下来我们听听建议堂 给我老师的建议 有请 还有还记得第一期节目 我们立过的一个Fab吗 对 我记得 其实我会担心你说 会不会因为想要拿金曲 然后不断去强调你自己的音色 或不断有一些很功利性的唱法 但这一次的《天如柔情》 我听到你会把自己推到后面 然后把你自己的高频 去来补充到希丽的中低频部分 然后我觉得这个表演很完整 我觉得这个金曲应该是指日可待 谢谢 对 也谢谢希丽 就是她可以让我很享受这个歌曲 然后我还想再说一说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 讨论过这个辨识度的问题 然后这应该是我第三次听你唱歌了吧 但其实我已经记得你的声音了 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讨论辨识度这个东西 它只是一个熟悉度的问题 所以我真的希望这些优秀的歌手 当然也包括小唐老师 能够有更多的舞台 让大家都去记住你的声音 谢谢 二位觉得有机会拿咱们这一期的金曲吗 一切交给天 看他有没有情 天若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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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们要直接面对和竞争的是陈楚深和小美 有请二位 接下来把这个难题交给我们的剑音团 有请剑音团现场合议 有请代表给我们来宣布本轮的待定金曲 经声音剑场团一致合议 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 Z世界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 bilibili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登陆音乐合作平台 QQ音乐 酷狗音乐 不我音乐 网易云音乐 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享受听觉盛宴 诶 陈欢 诶 刚才表演怎么样 实在太好了 给你们泡个茶 诶 你们尝一尝 尝一口 口感不错 是百岁山天然矿泉水泡的这个茶 所以喝起来口感特别好 水中贵族百岁山用它泡出来的茶 果然浓香四溢 喝完还有回味 都说这个好水出好茶 咱们百岁山非常适合我们居家泡茶 运动以及日常饮用 因为它的水源源自地下百余米岩石裂隙 而且水中含有偏硅酸等微量元素 用它来泡茶非常的合适 那我以后也用它泡茶 好嘞 来 来 二位 直接带回家去 直接泡茶 来 坤哥 好 谢谢 谢谢 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 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 西林娜一高和瑶瑶唐带来的天弱友情 恭喜西林 恭喜小唐 好牛 好牛 要把掌声送给陈楚山 送给美里亚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板Rocky数字锄电空间 我们的AI烹饪助理呢 为大家量身定制了美味佳肴 让我们一起来边吃边聊吧 那对于这一季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设计啊什么的 很多东西都做了升级 所以我期待更多新颖的玩法 上面也期待你在这一季的表现 好 接下来有请陈楚山队长给我们来 公布下一组音乐合伙人 我们下一组是 坤哥跟碧晨 有请杨坤 张碧晨 我们选的这个歌是在佳纳共和国离婚 我们选的这个歌是在佳纳共和国离婚 他这个创作背景是就讲在佳纳有一个这样的习俗 就是这个夫妻离婚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穿着婚纱去离婚 它是一种仪式感 明白 所以他才有了这首歌 这首歌的情感它其实是很落地的 就是可以带入婚姻然后感情 就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找到某种程度上的自己 其实我唱的时候就是把自己放在歌里 然后放在这种情感的浓度里 然后去感受当下的这个 在这个歌带给我的很多感受 他就是这种感情状态 因为已经要分开了 所以大家是在各自回味 然后最后有这样的一个互相的疑问吧 就我会想到那些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画面 我就把这种情绪放进去 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唱歌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种有仪式感的这种离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马上彩排了 再来润个啥子 干个水 我刚才唱错了 我这一调度脑袋全乱了 我们再来一遍 我跟张米晨第一次真真正正的唱了这么一首这么伤痛的歌 我觉得恨不得把所有的这个旋律都填满了次 我觉得我们前面都不看对方老师 我们前面都不看对方 我说你还爱我吗 好 然后我们就看对方了 好 阳光老师我又有了 我又有了 这个的时候是我在前面 我在前面 然后这段的时候我们转到背对背 不管您在哪 就有一个动视是稍微找我一下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走位 有很多可以展现情感的方式 好了 好 我觉得跟这样的女歌手在一起唱歌 很过瘾 互相能激发出一些很强大的能量 这个可能是在一般的节目里面 或者是跟一般的歌手唱 是完全体会不到的 你懂我会不争气 想回到你身旁 没想到只能走到这 看你失了眼门到底感受什么 总以为还有一辈子的时间 慢慢跟你说 再见 你不用对我说什么 我哭不是因为我觉得舍不得 只是觉得努力了那么久 最后却还是拍给不适合 也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但我无法看着你离开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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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办法看着你 双眼说那句话 你懂我多怕 你懂我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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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我会不争气 想回到你身旁 你懂我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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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就是因为我觉得舍不得 我们已经努力了那么久 最后却还是拍给不适合 也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但我无法跟着你离开 你还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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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句话 你懂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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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我的 你懂我的 你真的懂我吗 你真的懂我吗 你懂我会不争气 想回到你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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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我 你懂我 会搞的那种 我离坤哥那么近 我其实可以感受到坤哥 他眼睛里的淫润 没有 关键太晚了 这是男人的倔强 没有 但是我看到毕臣确实 没有 给一些特解眼睛的部分的时候 也是因为太晚 你俩都嘴叫 这歌里面有几句歌词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你明明都要分开了 你还要问你还爱我吗 都分开了爱不爱还重要吗 我听这歌第一遍的时候 我其实在想这件事 但是其实对人来说 可能是重要的吧 因为大家在一起过 然后有过感情的付出 所以在分开的时候 我觉得每个人心里 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仪式感 从今天开始 即使我们的感情败给了现实 并不是因为不爱了 而不能在一起 但是还是最后 是这样的一个分开 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去 好好把自己的感情整理的 就像结婚的时候是一样的 所以离婚的时候 也需要一个这样的仪式吧 我虽然没有离过婚 但是我有离过婚的感受 是的 因为那个人 已经都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我们两个人很平静地坐在那 双方都知道自己马上要分手了 但是谁都不说那个话 都很难受都很痛 这个就是迫于现实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环境的压力 没有办法在一起 我唱这歌的时候 我特别有感觉 因为这个词里面没有说 你爱我吗 你懂我吧 你懂我吧 后来我又加了个 我说你真的懂我吗 因为当时女方给我的感觉是 她还是在怀疑我 她没有勇气来承担这一切 我就把这种情绪放在这个里面 会有点怨恨 会有点委屈 会有点不忍心 就是很多这种矛盾的感觉 夹杂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 对 就是这种感觉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 而且这个名字起得这么 不同寻常 让人不可名状 这名字是在加纳 这样的一个习俗 可能会让这首歌 区别以往普通的 那种爱恨情仇歌曲的 一个意义 我觉得这首歌 应该引起民政部门的注意 对 而且它有一定 社会的意义 后来我看着看着 我就觉得我不太敢看了 因为仿佛我在窥探 他们的隐私 我觉得 我已经感觉到 这好像是他们俩的事情 他俩在你来我往的 诉说彼此的忠常 和不舍和忐忑 就是年龄越大 越难被音乐感动了 恰恰能够把你 即使带入那么一段时间 也证明这段音乐 对你是有作用的 我感觉 二位都是带着故事唱的 虽然他们极力否认 眼眶里面的泪水 但我觉得 不管是演唱者本人 还是我们听歌的人 都有被带入到 这个情绪当中 就说明是非常非常投入的 谢谢 昏歌是又纠结 然后我真的在问 你还爱我吗 很用力 然后毕神姐唱 你还爱我吗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爱你 对 就很让人心疼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很喜欢的舞台 也是我很期待的舞台 我觉得这个歌 后面如果任何的演出里 任何的节目里再有对唱 我觉得都不可能唱过今天这版 要不要放一下声音的部分 让大家感受一下 好 我们现场来感受 来有请导演 请放出吴伴奏原声 你还爱我吗 我没办法看着你 你双眼说那句话 你懂我的吧 你懂我的 你懂我会不争气 想回到你身旁 但我无法看着你 离开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我没办法看着你 双眼说那句话 你们有没有听到 坤哥的呼吸里都是哭着的 抽气 我们之前可能把歌手的 调出来是我们找问题 或者试图寻找问题 但今天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状态 是我们要听它到底好在哪里 就像崔丁老师讲的 甚至呼吸里 都是有唱功和唱法 甚至感情的一种渗入的 我觉得真的适合我们 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歌手 要多听多学 二位的每一个颤音 每一个高音 每一个哑音 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正是因为这些技术交叠在一起 情绪才能够传达得淋漓尽致 这也是我个人认为 本季天赐的声音三期以来 最好的表演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就有的看了我们到底哪一组会成为我们本轮的待定金曲呢 有请西琳娜一高 姚小棠来到舞台 好 现在我们看到到底哪一组音乐合伙人会成为我们本轮的待定金曲呢 因为我们的西琳和小棠也已经是俊男靓女队 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看是否能顶住 有请我们的剑音团现场合议给出结果 有请代表给我们来公布结果 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 本轮的待定金曲为 杨坤 张碧晨 代加纳共和国李宜坤 恭喜坤哥 恭喜碧晨 在这里我们要恭喜东阳光队提前把我们的这一首金曲锁定在自己的队内 有请队长楚生给我们来介绍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 我们接下来剩下这一组是双帅队观科 贺野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品贯王贺野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是不是 第一次见 对 当我听到就是我和您完成一首歌的时候 我是非常兴奋的 我我其实知道要跟你合作之后 我查了一下你是九八年 九八年 所以我出道的第一年你还没出生呢 哇 crazy 你知道你是我的一半吗 年纪的一半 我是你的另一半吗 哈哈 赫野的年纪跟我其实差了蛮大一节的 他诠释这首歌的时候的那种情感 跟我是不太一样 曾经走过多遥远的路 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 孤单的黑夜途中 只要想着你 我就不会惶恐 你有这个经验吗 就是寂寞吗 对寂寞的这个 其实我坦白来讲 从出道以后其实就还挺寂寞的 在我的世界里能交到好朋友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 对 然后其他的一些毕业之后的一些朋友 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系会越来越大 对我来说这个歌词其实真的偏年轻 就是我二十几岁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其实我有很多这样的感触 然后我比这个更寂寞的歌词都有 对但是因为现在我看寂寞这个事情 其实有时候我会挺享受寂寞的 因为我已经成家我有孩子 然后我可能很多时间除了工作之外 我大部分时间都得陪他们 所以有偶尔如果我有独处的时刻 我会觉得还挺享受的 所以这首歌我诠释起来应该有另外一种味道 跟你的会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恰好我们表达的不一样 就可以有更多的化学发言 好 就第一遍的最后两句是你要主音 你要唱这 都忘了是吗 对我要上高的三度 抱歉 抱歉 如果你没有主音的话 我三度就很奇怪 对 抱歉 对 没事 对 我觉得这一集的合作都是非常温暖 我们的交流也是非常真实的 秉管老师也非常信任我 基本上没有跟我说过一个不字 然后也让我在这段完成的特别有自信 就是要把各自擅长的东西 看怎么样运用在我们这个合作里面 我觉得我们正式表演的时候一定一定会更好 每日仙虫草 吃出年轻态 天赐健康归宝 滋养音乐新生 我的态度先生是 时光的岸上人来了又走 我的态度先生是 你就是我心中永恒的天空 我已经有习惯 一个人生活 一开始不就是 一个人生活 我的房间 你最爱的角落 那本你没读完的书 还在原地放着 我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 朋友快乐时我也跟着快乐 跨年的烟火 绽放天空 我想起我们最快乐时的笑容 我曾经走过多遥远的路 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 孤单的黑夜途中 只要想着你 我就不会惶恐 时光的岸上人来了又走 离开时你不用说 我都懂 感谢你曾让我 留在你眼中 我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 朋友快乐时我也跟着快乐 跨年灯烟火 绽放天空 我想起我们最快乐时的笑容 我曾经走过多遥远的路 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 孤单的黑夜途中 只要想着你 我就不会惶恐 时光的岸上人来了又走 离开时你不用说 我都懂 感谢你曾让我 留在你眼中 我曾经走过最遥远的路 想要去拥抱 未成真的梦 迷失的黑夜途中 只要想起你 就点亮了星空 流浪的执着 忘不掉港口 残灭的荒荒的不断彩虹 你就是我心中 永恒的天空 尽量天空 跟那老家 指约 喝点河 尽量天空 准备 尽量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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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备 高橋 ⅙ 尽量天空 氏 尽量天空 亮 天空 河 二位 二位是第一次合作 是的 第一次合作 那这首歌 其实对我来讲是比较年轻的 我第一次看这个歌词的时候 其实我想到一首 我那个年代的经典的歌 叫《飘洋过海来看你》 对 浪漫 我觉得感情 它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 所以我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有点痛 但是你知道你一定得要释怀 我也有这样的诠释 在这首歌里面 其实这首歌我在表达的时候 更多的是一个 和自己对话的一个状态 对于我来说 在我出道这三年 其实交到朋友的机会是不多的 但我后来想通了 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我有每天开心兴奋的地方 那我也要有这些地方 所以说我觉得 这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也很感激它 虽然这首歌叫做《寂寞》 但是在我看来非常温暖 冠哥 他为了贺野做了很多很多的牺牲 在最后一次到大二度生完之后 基本上是贺野是一个主欧口 然后冠哥会给他做各种各样不同的和声 让他把情绪表达得更完整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是有花火的 就好像我为他们起的名字 《王冠组合》 哇 今天表演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太 抱歉 他太廉价了 比如说在《B3》最后一段副歌的第一句 就是《贺野唱》那一句 《我曾经走过最遥远的路》 想要去拥抱未成真的梦 这个原版里面 其实我们当时设计了一个超弱的一个弱音 让朱星熙基本上一个失声的状态去唱 我曾经走过最遥远的路 想要去拥抱未成真的梦 我觉得这样的表达方式可能会婉转一点 稍微有层次一些 我想听一下贺野的不伴奏人声 我曾经走过最遥远的路 想要去拥抱未成真的梦 迷失的黑夜途中 只要想起你 就点亮了星空 我觉得这个表达有点太轻浮了 太模式化了 老师是这样的 我觉得在音乐中的情感 在我看来是非常主观的 我不认为某一种唯一的情感 有他专一的表达方式 我没有办法完成一个作品去取悦所有人 但是我也不相信 没有一个人能够读懂我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要改编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我们面对的是 当初有参与这首歌的一个企划 老师可能也会用一个比较放大镜去看 我们的结构会是怎么样 我们的堆叠到底是怎么样 那如果我们要根据原版的话 反而会让大家觉得 好像是没有什么新意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那我还想再问一下赫野 就是我看到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后面越来越多的肢体的语言 我其实不太明白 那个肢体语言 其实你是想表达怎么样的内容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我只是觉得我那样的状态很享受 我那样我会使劲 因为我实在是我觉得我有点顶不住了 给自己打气 对 屋里上这个凝聚一下 两个人其实对于孤独寂寞的理解 其实层面上面有一点不太一样 赫野在这个年纪 该有这个年纪对寂寞的理解也好 短暂的孤独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 对于情感或者说 对于某一件事情的理解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但我相信可能再过多二十年吧 你依然在唱歌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今天的灌歌的感觉 对 好 谢谢 再来谢谢我们的佳云桃老师 接下来要看两组音乐合伙人 到底谁可以摘得本期的推荐金曲 掌声有请张碧晨 杨坤 有请二位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建议团老师 现场合议 给出本期的推荐金曲 好 看来已经有了决议结果了 接下来有请代表为我们来宣读 金声音建场团一致合议 天赐的声音 第五季 第三期的推荐金曲是 在加纳共和国余婚 那我们恭喜杨坤 恭喜张碧晨 好 也要谢谢品贯 王鹤野 下面进入我们的东阳光仙虫草 金曲时刻 恭喜二位 翻上我们的东阳光仙虫草礼盒 有请坤哥 恭喜毕晨 那在旁边的黑胶唱片上呢 已经印有本首金曲 二位想表达的态度歌词 请念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你们的态度先生 也许这一切 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们一起努力了那么久 最后却还是败给不适合 本期我们态度先生话题分享 比喻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这首歌曲故事 关注天赐的声音 及东阳光仙虫草官方抖音账号 即可参与态度先生活动 再次要恭喜二位 下期再见 好 上一次我输了 被陈主绳在地上磨擦 老实讲我心里是不服气的 我跟你订电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然后唱之前说太高了 我什么样要 他们牵手了 因为荣祖儿根本分不清 谁是隆弄 谁是浓的